塔利班短短24小时内夺下了第二个阿富汗省会 铁腕军阀掌控的西比尔干星期六沦陷 副省长和政府部队已经撤离到城郊的机场 准备赋予顽抗 居民透露所有人都锁上了大门留在住家 城区几乎是看不到人烟 而美国和英国也警告公民 马上离开阿富汗 过去几天冲突延烧到喀布尔 政府官员预袭受伤死亡的消息不绝于耳 而在首都以外 已经控制大片乡村土地和多个边境关卡的塔利班 如今也把手伸到了各大省会 城市外围都发生激战 最新沦陷的是北部珠兹詹省省会西比尔干 距离塔利班占领西南部尼姆鲁兹省省会 闸篮记还不到24小时 副省长已经撤退 可是中央内政部发言人坚持 塔利班只掌握了部分地区 安全部队一定会重夺控制权 可是每次有地方沦陷 都是同样的标准回应 而每次都没有兑现诺言 西比尔干是前副总统 大军阀杜斯塔姆的老家 这座城的沦陷 对阿富汗有重大的策略打击 凸显缠弱的阿富汗安全部队 想要靠军阀势力 稳住国家的愿望 终究落空 刚在土耳其结束治疗 这个星期才回到阿富汗的 杜斯塔姆 人在喀布尔 也已经和总统会晤 要求加派至少500名精兵 重夺城市 在日本人的育典和国家的水平 在日本人的育典和国家的水平 都没有关注 在日本人的育典和国家的水平 没有关注 但是在日本人的育典和国家的水平 西比尔干市民透露民众都不敢外出 街上到处都是拿着旗帜的塔利班成员 除此以外秒无人烟 城区的冲突已经结束 也听说塔利班正在往政府残部驻扎的机场停进 其他大城市塔利班同样是步步进逼 临近伊朗的西部大城赫拉特和位于南部的阿富汗第二大城坎大哈 战情依然斥裂 在密集空袭的支援下 阿富汗部队星期六很艰辛 才夺回另一个南部省会拉史卡尔加 昆都市城郊彻夜都可以听到激战的声音 只是塔利班暂时还无法攻破这个北部城市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谴责塔利班进攻城市 呼吁塔利班停火和谈 英美两国也再次敦促公民 马上搭乘商业航班离开 因为安全局势非常不明朗 使馆能够提供的协助非常有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